大家好 这条政论片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大家都会很留意黎智英那件案子 开始有新的进展 有两件事的 有个大律师Timothy Olfman 本来是出现在这件案子的 但是律政司上诉 早前高等法院批准了英国的大律师来 但是律政司上诉 这次上诉庭三个法官本来第一次已经接受了大律师可以来 而今天他向上诉庭 这个律政司 找了前律政司联国强做代表 申请去终审庭 今天其实没有特别的 上诉庭拒绝他的申请而已 拒绝他的申请 他的理据是什么呢 律政司的理据就说这些好像梁振英讲的那些 就说这件事是香港法律的事 就认为外国势力占手国安法案件就会有害国安法的立法原意 还有这个大律师可能日后回到不保密 离开了香港 因为他不是香港律师 就是不可以抓他 如果这个案子里面有什么机密 国安法的机密就不好了 就叫做两个主要的理由 上诉庭三个法官就驳回了这个说法的 基本上驳回了 也不理他了 他现在星期五是最终了 他就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庭 假设现在就要给他上诉呢 就是去终审法院就由上诉庭 因为上诉庭判他输了 他提出理据 要求上诉庭准准准他向终审法院上诉 如果上诉庭不准 还可以asa免停 终宗邮申的法官决定要否接受他上诉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以前上次终宗邮不给就应该是良游事件 不可能他向终宗邮上诉 就马杜ulation一个人决定了 这次似乎如果用一个新的英国大律师 可能理据就会出人意外一些 可能政府基本上就不想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一个争拗位置 而同日我们要看他星期五的时候是否最终 如果就是法律上来说 就是找一个外国大律师来是否不适合呢 今天驳回律政司的上诉是准许来的 这三个官员就说 首先你有些理据就是上次没有说 你每次都加一些新的理据都没有讨论过 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没有讨论过 这就不对的 这就对了一般法律程序 如果我们上诉只是说那件案定了 那件案里面讲过的东西 法律观点你就那些观点上诉 你不能够现在加一些新的观点出去 以前没有讲过 因为这样就不完的 他都喜欢加一些 所以这三个上诉庭的法官就说不接受这件事 另外呢很简单了 就是律政司这边说呢 就是说这个律师离开了香港 诗话国安法有些机密的东西 那他如果向全世界说呢 那都催不着了 但是呢 我法官也都很清楚说呢 就是上诉庭三个法官很清楚说呢 大律师守则呢 基本上要保密的 是吧 因为他的专业守则来的 他离开了香港呢 当然他根本不是香港的大律师公会的成员 但是他也一定是英国的大律师公会的成员 所以如果他不守密 不保密 不守这些专业的守则呢 他都是被人盯牌的 那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保障 就是认为已经有足够的保障 就不应该这样说 外面来的大律师走了就关人了 这样就照样爆 保密的内幕了 就是案件里面 这样 这个我觉得两个point 播放他都是很清楚的 第一就是不应该现在找些新的东西 你天天找些新的东西出来讲 那就没意思了 因为一开始你没讲的 第二就是你说这个point 认为他不会保密 都是不成立的 这样 我希望去到中心庭 中心庭正式听 我估计都是形式主义的多了 今次 就是中心庭都不应该 可能接受律政司的上诉 因为律政司上诉 说来说去说不到一个特别的理由 那就除了梁振英说的那样东西 其实他就好像梁振英的英武那样 可能律政司没有人肯做了 那就叫了一个外判的律师 就是袁国强 就是前律政司来的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了 那你用这样的角度来说 那就好像有些理由 因为梁振英的论点都是的 有什么理由要一些其他普通法 基本法是大陆法来的 国安法也是大陆法来的 那我们国安法我们香港自己发展 为什么要有一个外面的律师协助我们发展呢 这个是荒谬的 他都不灵我们要这样那样 但是我就很简单问回一个 似乎都没有人说的角度 既然这样说 我们是不是要赶走了终审费的那九个 还有九个非常任的外国大法官 那些法官只不过你有案審 他就有空请他来坐在那里 就是跟回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去審一些案 从而保障香港的终审庭和所有公共地区等同的终审庭 例如美国的联邦上诉法庭 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纽西兰 这些地方英联邦国家的终审法官 整个公共地区系统里面的终审法庭的水平 可以是达到同一个level 这个很重要的 至于对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司法的调解中心 怎么也好 或者香港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独立呢 因为虽然早前 几个月前 我也不记得几多个月前 走了两个终审庭的外面来的法官 但是仍然有九个认为香港还有司法独立 所以他们流入 如果今次请过律师来都说不行的 可能他们认为现在审判这件黎智英案是没有 再没有一个值得他们留恋的地方 香港这些时候也是只不过找他们来做花瓶 是不是 老共很喜欢找花瓶的 他习惯了找花瓶 很希望这些国际知名的法官肯来做花瓶 但是人家肯不肯呢 他肯他都会逮捕 我相信他们会走 而原来香港的宗审庭的法官可能都会没有兴趣再做下去 因为你就是说你一定要跟你说的判 连找外面的律师来 那个律师可能提出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 很精彩的东西 就看他怎么提 然后我们再想 也被人有一个错觉 一个感觉就是 你的结论已经有了 找外面的律师来做什么 你反正也是 如果我是法官 我会觉得很不高兴的 如果有人这么说 当然我有时候都会这么说 定了 但是他们不认为定了 现在就告诉你 不是定了 我还可以的 我听了所有意见 我里面有律师来 我都照听的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起码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好一点 所以这件事呢 我觉得 希望 也都善良的希望 不要上纲上线 那些忠诚废物 不要再破坏香港仅有的法治的尊严 你只是跌进去我们这些人指控 你这个法庭是做假的 一切共产党作主 你就跟着判了 很多案已经是很肉酸的了 国安法有关的案 很多都判得很肉酸的 而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权团体 是拿着来指控你的了 能否改善一点呢 这次有个机会 因为黎智英案肯定就是全球觸目的案件 你连请过律师也多试过 这件事就相当愚蠢的 如果你真的有法恩法控制着法官跟你讲判 那这样也还罢了 反正也是 如果不是 那你就等他们玩了 然后你看看 審出来是什么样子 人在做 天在看 其实共产党在做 人民在看 我们看着他的发展是什么样子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也有另一件事 就是六个 那个《苹果日报》的编辑 他们就已经是准备认罪了 就是因为是串谋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现在诸如此类的一堆的指控 串谋 发布要约出售婚物 煽动性行物 勾结外国势力等等 他们是认了串谋罪的 那你知串谋的意思就是 不同的人合在一起 那就是串谋 但是黎智英自己不认的 他们串谋黎智英 但是黎智英不认 还有黎智英两个被告的那个法人 就是《苹果日报》公司 和《苹果日报》公司 和《苹果日报》公司 就是黎智英解释 那个法人不重要的 法人不会坐牢的 但是可能结果就令到 法人被申请减款之类 那现在主要就是黎智英 他不认罪 那变了一件案始终 就要审了 那现在那六个被告 可能有两个 有三个是会准备 就是做证人的 是 有一个就不在件案里面 那个刑运总监不在 另外就是陈佩敏和张建雄 是 是 据说是准备 认罪准备肯做证人的 那当然啦 我们客观看 就看清楚这件事怎么样 都是好的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但是如果以他指控那些东西 不外乎就是 言论之后的范围 很遗憾 那主要就是指他 19年到 2001年 不是19年 2020、2021 国安法前后 登了很多文章 跟当时的社会环境 战力运动里面 那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他直修例事件 制造反政权 法律 社会秩序 煽动性言论 鼓吹公众参与示威活动 这个鼓吹公众参与 是应该人权来的 就算抗命 那你都是表达意见 是吧 提倡持续 用攬炒方式反抗政权 攬炒就不是法律字眼 攬炒就是杯葛 杯葛不应该当是犯罪 攬炒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是吧 宣扬对警务人员的仇恨 那这些莫缩有 是吧 宣扬对警务人员仇恨 那你警务人员做这么多事情 有眼见的 那我旁边加以comment 怎样可能是有事呢 就是你做事一定是对的吗 不可能是这样的 那总之呢 这堆这样的指控呢 我认为没有一件事是可以构成犯罪的 当然背后有没有呢 你不能够说 我无端端端做新闻工作我就报道了 是吧 跟着我要评论的 我就评论了 我有我的见解的 是吧 你不能够说是煽动 那有段来说 你要煽动 煽动不是随便可以的 就是我不是发表不同意见 我就是煽动 那我和你都 我和大家都一定煽动过了 如果这么说的 煽动是有特定意义的 是吧 但是很多人 修持用智的问题 但是呢 新闻工作者呢 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他们知道 迴避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 要小心说 那我们一直以来香港的言论自由 经评那日报 当是一个标准 现在呢 你是临时改了游戏规则 就说他们犯法 是这样的 如果我理解是这样的 当然你聪明的 你拿多些东西出来 包括你说串谋 背后有什么东西串谋 是吧 你是不是黎智英给了很大笔钱 你们 要你故意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你变了你不做不行 是吧 诸如此类 是不是你特别 多人工的呢 如果你负责去写煽动性文章 是吧 双倍三倍的稿费给你 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迹象 如果你有的事实就拿出来 如果一般报纸运作的东西 我们了解的东西 一般评论的东西 我自己就没有帮他写评论了 那时候 但是我自己在其他报纸也写评论的 很多朋友也写了 我以前也帮他写过了 评论就评论了 评论是在香港的法律 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而我也相信 就算是早前 《立场新闻》那堆朋友写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言论自由的范围 现在言论自由的范围 就拿来说是勾结外国势力 那你还怎么勾结呢 除了我发表意见之后 我怎么勾结呢 勾结那样东西是怎么发生呢 那遗憾一点就是六个 就是当事人认了 那他很多细节可能不说出来的 不用了 你认了嘛 有个事实同意书的 那究竟上面怎么样呢 那我们再看着他審 因为现在他是有人不同意 始终他要審 一来自己不同意 建案就要審 那以審的过程呢 所以才有第一个问题 就是要找 Timo V. Oven 来做一个 我去便利的律师 以事公正 以事呢 可以 对得住全世界 清清楚楚 那究竟最终 能否那件事 拿出来是对得住全世界 但是没有问题 是干干净净呢 是没有一些政治性的检控呢 那当然我们都不太乐观了 到最后我们都不相信 可以给我一个原本的答复呢 但是总是看多一些事实呢 多一些东西标准呢 那游易规则见了 那我们以后都知道新的游规则要怎样 以后的游规则就是说一句话 特别政府 说公民抗命了 我们不要合作和政府 那就坐牢了 那都行 都行 那香港人移民就不关我的事了 就不是我鼓励那些人移民了 我都没有可能做一个客观的评论的时候 就见那些人留下在香港努力了 大家都不要努力了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 垂坏下去了 是不是 那我都不希望 结果是要走到这一步 我也不希望 要发表一些这么悲观的评论 so far 我能够说的都是说 摆在事实就讲道理 是不是 公开说 以前我们做不做得 我以前有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呢 那个文字本身就算有些情绪 那时候那个时间 那你可不可以当是一种 勾结外国而煽惑 一个这样的叛乱 这样的一个指控呢 这个指控 是不是一个常理上合得来的东西呢 最终 有一班官在那里 如果那班官给不到我们一个满意的解说 他为什么判我有罪 就好像唐兴杰国 或者是钟罕霖那些案 是不是 那些还是低层次一些 现在呢 黎智英文一定会去到终审的了 相信 是不是上几条视频我都介绍过了 似乎 似乎 那些官呢 主审的官都很认真 四十七人案 是我们说了四十七人案 上次 那官都很认真去看程序那些东西呢 这件案我都希望很认真 看程序 又不是把程序当作一种做戏的东西呢 是 认真真尊重程序和尊重那个法律 那个整个过程 希望就是这样 相信打后的半年一年 如果我都不 我自己不会因为评论太多被人抓了 那我就走不掉会评论这件案 一月开始 应该是十月一日开始 就是这件案是少少 先少少 四十七人案 接着就是一月尾 那两个月后呢 这样 那就会有很多这些 希望大家就继续保持关注 因为这件案 就算是悲观之中 希望看到一些乐观的信息 这个视频就 这个政论呢 就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比较长了一些 那就多谢大家的耐心收藏了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了